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就他脱离这一切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也说 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 你我的人生多少都会遇到苦难 我的人生难免遇到患难 如同火星沸腾 西西加在他的人生当中 就是有这么一场的内忧外患 内就是疾病产生 外患就是亚述帝国的大军来犯 当有一天西西加他病得要死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 就来到西西加王的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给你的假 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 这是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一节 我想任何人听到有一天有人对你说 而且是从神来的信息 那你是不是会很害怕像西西加一样 我不能活了 我快要死了 擒天比利 这个时候他的国家有外患 亚述大军来攻打他 里面自己又是生病 而且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他不是一天生病而已 那个病是应该有一段的时间 那这种的痛苦 基本上人生难免遇到这种重大的创伤事件的时候 一般的人都会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否认 就是怎么可能是我 我怎么会死 所以这种受到重大的哀伤事件的攻击的时候 或者是来临的时候 第一个阶段都是叫做否认的阶段 第二个叫做愤怒的阶段 不仅是说不可能是我 上帝啊 为什么是我 或者是上帝你不爱我 了解吗 这种所谓的愤怒的阶段会出现 第三个阶段就叫讨价还价 可不可以不要是我 是不是可以减轻这种痛苦 是不是可以不要临到我的家庭 讨价还价 第四个阶段 既然讨价还价也没有用了 那就放弃了 我只好接受了 最后的阶段就是叫做接纳 是无奈的接纳 放弃 再来就是无奈的接纳 基本上常常我们遇到这种苦难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五个阶段 那西西家王呢 当然遇到这种的情况之下 首先呢 就是痛痛的哭泣 流泪的祷告 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啊 求你纪念我 我在你面前是存完全的心 按着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 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跟上帝有讨价还价 一样的 一样的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上帝有愤怒 只是那一种的过程 难免 一下子 在人接受这种事实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西西家于是就痛哭流涕 朝墙壁流眼泪 呼求上帝 在《猎王记》下 二十章四到五节 圣经上说 先知以赛亚宣告 有关于西西家的事情 走到了王宫的宗院 上帝的话 又临到了以赛亚 要他回去 对西西家说 耶和华啊 你主大魏的神 如此说啊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了 我看见你的眼泪了 我必要医治你 到第三天 你必上耶和华的殿 哇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有那么大的转变呢 前一刻才说我会死 后一刻说 因为上帝看见了我的眼泪 听了我的祷告 要医治我 你看这种这么大的转变 有没有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 我们要想的就是 神的旨意能改变吗 神的旨意到底如何呢 也就是基本上上帝的旨意 有永恒性的真理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例如 十戒 这些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这些所谓的真理是放诸四海 无论时间空间如何改变 十戒仍然是十戒 不可能改变 这是上帝永恒性的真理 可是有一些是上帝的旨意 看起来好像我会死 可是因着我们大家同心祷告 或流泪悔改 上帝会改变他的想法 会改变他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像尼尼维 神原本宣告四十天以后 就要灭城了 可是当邻里为人 流泪悔改 禁食祷告 从做宝座的 到贩夫走足 连动物都要披麻蒙灰的时候 上帝的心意就改变了 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穷 所以神给人有机会 虽然神的作为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呼求 神就会改变他原来的心意 这一种叫做回心转意 中文圣经翻译为后悔两个字 当然圣经上说 耶和华上帝是不会后悔 可是为什么会后悔 上帝不像人做的事情后悔了 我没有想清楚 我做了这个事情后悔 其实那个后悔最好就翻译成回心转意 意思是 原本上帝的公义是要出来了 可是因为人的悔改 所以上帝的慈爱就遮盖了 就显明出来了 心意就改变了 所以从公义转向慈爱 这也叫做后悔 可是如果神给一个国家 或一个人民 一群人民 原本要祝福他们的 可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那个祝福会收回 所以就会从慈爱转向公义 那个也叫做后悔 因此我们说 后悔表达了上帝给人有机会跟他同工 后悔是表达上帝愿意改变他的心意 让人可以蒙到他的祝福 这是可以改变的 关键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呼求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主的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也一样告诉我们 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西西家如果说 上帝对我说死了 我要死了 我就死了算了 也不要祷告了 我就等死好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死掉 可是当他来到上帝的面积 说上帝啊 我的主 我的神 怜悯我们 可怜我们 我还希望能够活着 能不能求你怜悯 让我还有活着 为你做见真的机会 我相信上帝乐意 也喜悦这样的祷告 因为圣经上说 你们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救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诗篇八十一篇不也这样说 你们要大大的张口 我就给你们充满 所以如果 西西家王 不大大的张口 呼求上帝的怜悯 我相信很快的 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说 神要我们一样的 对我们有他的旨意 但让我们 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的旨意 明白他的心意 我相信 神一定可以让我们 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 愿上帝祝福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